还有您知道吗 台湾四周围的海洋生物 有些是有毒的 包括我们平常会吃到的鱼类或者是贝类 有时候吃下去的话会上吐虾蟹 那么究竟该怎么样分辨预防呢 继续就跟着国立海参馆的研究人员一起去了解 夜访潮间带 民众看到海参常喜欢抓起来玩 这些人可能不知道 像这种黑黑长长其貌不扬的荡皮身 其实摸了会让你皮肤肿痛 还有这些有蓝有黄的珊瑚礁鱼类 看起来可爱讨喜 还有人当观赏鱼养 但它的毒性更惊人 像一些观赏鱼 它的那个尾饼部分有两根脊 两根刺 那个刺它里面有毒液 毒液被刺到之后 它属于一种蛋白毒 它会产生红肿 然后整个手臂会都会麻痹 不只红肿 严重还会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还有在墾丁地区潜水客最爱看的珊瑚 如果没有戴手套去摸了这种千孔珊瑚 也会引起上吐下泻 国立海生馆成立以来 经过民众因为各种海洋生物中毒的求救电话 研究人员决定举办特展 教民众如何防毒 确实有这么多各种不同的生物 身上带有毒素 但是大家也不要紧张 其实只要我们有正确的认知 不要随便去捕食这些生物 或者接触它们 或者不小心中毒了 我们也知道怎么去处理它 第一季先展出台湾海域常见的25种 有毒海洋生物 不过像有一些贝类或鱼类 因为觅食有毒的藻类 在某些季节如果人们抓来吃 也可能会中毒 所以海生馆接下来还会按季节更换展出的生物 记者王一孙蔡明校评论报道